Hello 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的這個波 我之前也介紹一個很類似的波 但今次介紹的型號有點不同 就是Multon GG7X 我之前介紹的街場神器GF7X GG7X 理論上是它的高級版 而它的價錢也是比它貴百多元 那貴百多元以百多元的分別去了哪裏呢 其實它要百多元的最大的分別 我就覺得是一個字 它這裏就是金色的字 寫著Competition 都是Premium Composite Leather 但其實我給大家看一個GF7X GF7X唯一最大的分別 就是這個字呢 是黑色 這個呢 就是金色的 但你說皮面的相差多遠呢 你現在看起來呢 可能你會看到顏色有少許分別 顏色有少許分別 因為這個我打多一點 這個打少一點 這個主要是室內 這個我用來打密室外 所以你會看到顏色 這個比較沉色一點 這個比較淺色一點 但其實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呢 顏色是非常接近的 而皮面呢 其實呢 是不是Grip相差很遠呢 我覺得呢 有輕微的差別 其實我都特意 吹兩個波 做大概一樣的氣壓 其實你說我的波 是不是真的相差很遠呢 我相信真的是極輕微的 如果 其實我有時候都會 拿不同的波 去場地打 其實呢 我不會覺得 人們分得出是打什麼波 因為它的皮面的相差呢 我想 接近低於5-5% 它只是輕微 很輕微 你會覺得 比它這個面是絕一點點 還有 硬度軟一點點而已 很輕微 很輕微 你真的要很細微 才察覺到它的分別的 所以你問我 其實這兩個波 5-10% 值不值得 價錢 是欠百多元呢 其實是真的不需要的 即是 有個GF7X 你出街打 打室內場 絕對沒有問題的 那 GG7X 那我來做什麼呢 其實GF7X GG7X 真是一個 真是很適合打室內場的波 因為它的GRIP 是真的不錯的 GRIP是不錯的 還有 它這些也是做回MOTON的 自己PATON的12反 之前也解釋過 這12反 令到你會怎樣呢 因為它多了channel 它令到你控制波的時候 是容易一些的 即是容易可以拿著波 GRIP會容易掌握一些 即可能會拿到這些反 你會容易在射波的時候 在不同的channel 控制到波 那你就容易令到射波的準成度會高些 或者你拍球的時候 會容易一些操控 而因為MOTON 亦都在這些面上 下了一些功夫 它這些粒粒 全部都不會是不規則的 你會見其他很多籃球 是Sporting 就算是Wilson 這些粒粒是不規則的形態 它這些粒粒 MOTON是全部做回平衡的 即是全部一粒粒是很整齊排列的 你會見到這些粒粒 不會是一粒一粒一粒的 所以它亦都會令到 整體GRIP的控制是好些的 這一點是真的頗難得的 而且它這個皮面的軟屬程度 亦都很適中 所以令到它其實在GRIP上面 是比其他同類的球 都是比較超出的 而它亦都因為這些粒粒粒 本身粒粒是很平衡的 其實它的Drippeling 的Consistency 亦都相對較高的 如果你問我 如果它的球 不是因為它真的小了一點 真的不算是一個很屬於很正宗的七號球 之外 它其實各方面的Performance 都接近是這麼多個球之中最好的 就是差了一個Size 這個Size 亦都令到它很致命地 長期被人criticize 因為它不適合Size 所以很多東西都沒有用 但是你都看到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球贊助很多不同的比賽 所以歐洲的比賽 你都經常看到它出現 因為它這個都是FEBA 批准的球 你會看到歐洲賽事都很狂彈 而有些世界盃 或者一些歐洲聯賽會打GL7X 那什麼GL7X呢 GL7X就是General Leather 用真皮球 但是呢 之前有個網友問過 究竟GL7X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其實 對於我們一般人來說 其實打GG7X 已經足夠有餘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用Composting Leather 的球 是 Break-in 時間 短很多的 而它本身 因為皮面 是比較軟熟 Grip 比較多 所以 你就不需要花很多時間 Break-in 可能 打兩三次 或者 一個禮拜內 兩個禮拜內 它的Condition 已經很接近 它的最高峰狀態 而 這個Condition 這個皮面 因為它是 一些合成的皮 它的Condition 亦都保持得相對於 真皮 是比較好 真皮 它不是皮面 不好 而是它的變化 會太大 因為真皮 其實是膠 類似膠 其實是Composting Leather 但是真皮 你想想 會受什麼影響 你平時的皮 會怎樣 可能你受潮 你又會受一個 打球會刮了花 有凹凸紋 這些 完全是很難控制的 如果你要打真皮 和Composting Leather 這些皮面 其實你看到 花痕相對比較少 這是一 二 其實它也不會 因為有些花痕 而有些變形程度 是出現了 如果你說要保養兩個皮 即是你保養這件皮 和保養這件膠 你說哪個容易 所以 其實如果你說一般來說 打這些Composting Leather 的皮面 真的已經很足夠 除非你一直都有Clean Cord 或者你長期保養 我打三個月 五個月 就換一個皮 很需要它有極端高的Performance 或者你喜歡那種皮 拍到那種 碰碰的聲音 就會高 真皮 因為 這個是很有趣的 其實我可能都會找一集說一下 如果你放不同的氣 進去那個波 也會有不同的聲音 有些那時候 Sporting Leather Flat Nike Air Log 那些波 其實拍到地上的聲音 是有些不同的 因為它用不同的氣 拍到的聲音 是有些不同的 真皮的波 拍到地上 都是有些少少不同的匆匆聲 有些人是喜歡的 而每一個波 也都有它自己不同的特色的聲音 也有很多不同的人喜歡的 除非你真是去到 很脆弱的 說我要選聲 就是好像音響 拍球拍到很音響 那你就要慢慢選擇 但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一般來說 這個Motor的波 如果你說沒有什麼特別大要求 以它的Sizing 雖然小一點點好 其實你一般說 我正常練習射球 拍球 各方面做回基本的事情 而那些朋友 也都是為威威威打球 沒有什麼所謂的 沒有什麼特別要求什麼 一個GF7X 一個GG7X 真的超級足夠的了 那當然你問我 去到這個價錢 和Vilson Evolution 差 是怎樣呢 其實我覺得 不差得遠 兩個 如果你說純粹用來玩 這個可能更好一點 那那個就因為 是Standard Size 也都是另一種玩法 那我覺得 你自己取捨 你覺得 我需要一個很正宗的波 去練習去射球 所以我不會說 因為 網絡可以穿到空心 沒有網絡 原來 這個 是唯一一個 一個 可以直接穿過網絡的波 而正常的七號波 是不行的 你會不會去到 那麼困難呢 那就要看回角色的需要了 而我又覺得 Moltun E 的波 真的 已經是一個 最高級的波 所以 你說Go for 一個很好的表現 如果你也肯 和朋友一起分享 去玩的波 這個是很好的選擇 那大家 對籃球有些興趣 想研究一下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鈴鐺 收回相關資訊 拜拜